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 我要来做一个分享啦 然后就是 希望是把它做成有点像纪录片 不是一个流水账的概念 反正就是 当兵回来第二个礼拜 第一次休假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第一、二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有这个什么军旅手杂 然后我就多要了一本 然后里面就把它写了一大堆 我想要纪录的东西啊 日记啊 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 好好的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四个月开心当兵的 心得 我就把它精简 然后说重点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大家好奇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应该会尽量回复 那我是第158T 101 旅 403连 就是在那个成功岭里面当 就是心训 然后才要下部队 所以现在还没有抽签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现在就是过了第1跟第2个礼拜 那我就先下几个结论 就是当兵里面的环境啊 就是肮脏 就是没有什么时间洗手 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干 所以可能吃饭也没有时间洗手 所以你可能穿完鞋子 摸完裤子 然后用一下 奇怪地板整理一下 然后你就去吃饭了 就没有 几乎是没有时间洗手 然后混乱 就是里面的班长啊 长官 其实都 不知道脑袋 就是他们的 没有什么逻辑 就是他们做事的 很认真 没错 但是逻辑不太 OK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 做一件事 他要绕一大圈 然后再回来 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是 心训内容吗 还是他们脑袋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你洗完手 其实你手 瞬间就又脏掉了 因为你其实周边的东西都非常非常脏 像是你吃饭的盘子是公用的 那大家都急着洗盘子 变成盘子都很脏 然后你要吃饭前 又要领盘子 变成你还要在那里挑盘子 变成我拿第一个 超油 然后我就要赶快放回去 挑第二个 超油 又要再放回去 赶快挑第三个 就是我要挑盘子 就变成大家都摆烂 因为就是不是自己的盘子 所以大家都为了赶时间 要再准时集合 所以就是乱洗盘子 然后重点是 洗碗间很稀释 就几乎没有什么用 然后肥皂又很有限 变成大家都乱洗啦 变成卫生真的是不太好 然后我还有记下来几个 混乱的内容 就是那个节奏混乱 节奏混乱就是你在那里 1 2 1 2 然后结果他在反拍的时候说1 然后就是整个混乱 他不知道他的节奏感到底在哪里 就是大家走了很整齐 结果他忽然就是给你一个反拍 然后就大家就说 到底是要踩哪一步是1 哪一步是2 就是一个没有节奏感 非常混乱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话很小声 我不知道班长说话是平常就这么小声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批很多很多人 这样一个连一连里面就有150个人 所以算是还蛮多人 所以一个班长在前面讲话 后面的几乎是很难听得到 班长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重点是班长就讲 还蛮小声 然后他有麦克风他也不用用麦克风 没听到然后没有做到他 呃...宣...就是他讲的事情 然后他又生气 就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又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其实我有把每一天的重点都列出来 反正我们就挑重点讲 我们使用我们的剪辑功力 就希望不要变流水帐就是了 第一天搭火车去成功林 我觉得最酷的就是火车是自强号 但是他是直达专车 就是变成整路一路畅通 直接到台中 新物质站就直接抵达 完全没有停 从台北车站直达新物质是自强号 所以还蛮酷的 平常应该是没有这种机会啦 直接直达自强号 那其实我进去就已经剃了一个三分头 就已经已经很光了 跟现在应该差不多就是长这样子 但他们进去还是给你硬撸 给你撸到一个一分头的概念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进去就直接剃光头 剃到完全摸不到毛那种 那进去就肯定不会再被撸 就不会被在收钱 那看起来只有第一天有开放区营站 就是有七一折的那个地方买东西 那后面他就没有开放大家去 你再买东西 反正就第一天把你需要的东西买起 那我觉得可以省钱的话 你就自己带自己的指甲剪 因为我没有带 我就买了一个还蛮便宜的 才20块而已 反正就买一个垃圾 然后他就买一些绳子 然后有一些什么套子 什么鬼 一些衣架之类的 反正就都很便宜 买一买一大堆才200块 还OK啦 只是如果你有可以在家里准备的 你就可以带去 就不用花这200块 那我们睡觉的地方是有冷气的 但是冷气真的是超级超级冷 那我还好是在下排 就已经很冷了 会被冷醒的状态 那在上排的人真的是超冷 就是冷气是直接吹到他的脑袋 然后上面刚好又有另外一个电风扇 所以他们就是双重夹击 变成无敌冷这样子 那这一天刚好有抽血 就是健康检查要抽血 那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有两个人 就是抽完血就直接 砰 头直接着地 那还好他们两个看起来是没什么事啦 只是头着地看起来是还蛮可怕 而且超大声 我们以为是什么东西墙壁掉下来是怎么样 结果是人已经昏倒了 这一天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班长开心吗 还是他们就有安排一个30分钟的滑手机时间 然后重点是 还有派人负责去买零食 就是一人一包零食跟饮料 真的是就是一个同乐会的概念 就是大家超爽 滑手机吃零食喝饮料 然后大家这样分 一个 下零零的状态 早上有人超级早起床 我们理论上是5点半起床 但是有人5点多就起床 然后就砰砰砰砰砰 然后重点是我们是四个人一张床 四个人就是上面两个人 下面两个人 所以一个人只要动一下 下面三个人都一起动 就像是地震一样 所以有人5点多就爬起来 折棉被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他脑袋是抽筋是怎样 反正就是晃啊晃啊 然后大家超级吵 然后走来走去就变成大家都没睡好 超纸张 那到目前为止才第三天而已 但是已经有超多人因为肺炎 就是两条线就已经回家了 重点是两条线的人的旁边什么密接吧 就是就是他旁边的两个人也可以回家 就不管有没有阴性或阳性 反正就是都回家 一次走就是三个人 就已经有好多人好多人回家 那大家都抢着中毒 就是有COVID 就是大家都抢着得肺炎 因为你回家可以休息七天 爽爽在家吹冷气 然后重点是疫期 就是你的时间还是继续算 你不会延后你的疫期 所以大家都抢着中毒 真的是超嗨 那看起来前面几周就是大家都要听 就是志愿意 就是他们会有各种单位来分享说 他们部门单位在干什么 然后就是看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直销的概念 军人直销的概念 就是叫你要不要来当兵啊之类的 就一直说 我们当兵赚钱赚很多 你们没有未来的 然后没有想法未来要干什么的 就来当兵 就一直洗脑 一直洗脑 就是一直说 我们怎么待遇都超好 然后都吃饭都不用钱 就你直接就进来就可以一直存钱一直存钱 存20年 哇塞你就变百万富翁的就这种概念 反正他们就一直直销直销 但是直到一个情报局 有一个情报局的直销 就是他邀请你要不要去情报局 我觉得还蛮酷的 反正我就去听听 结果呢 我们就一坨人去听情报局 但是结果情报局的人就不见了 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就在那一段时间就耍费 然后跟这一个班长聊天聊很多 原本以为那个班长也是一直在讲垃圾话 就一直 就讲垃圾话 靠背政府 这样子 结果越讲越有道理 然后他的逻辑还蛮清楚 我不知道 就好像人生大道理都被他讲出来 反正就 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 然后就死了无憾 就是你反正你活着的时候 就努力做你活着该做的事情 你死了之后就不要理他 就是你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就是死了就不用再哭哭 然后挽回之类的 就是好好活在当下 该做的就把他做到最好 这样子 然后到目前为止 已经退场了十几个人 已经中了肺炎 已经回家去了 真的是还蛮快的 这才第四天 就已经十几个人就走了 这一天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 就是很热的一天 然后穿着外套 晒着太阳 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一天 这一天我们就大家集合去一个 飞弹前面 然后拍一个大合照 但重点是大合照当天 有超多人去医院看诊 就是有人可能有负伤 就是那个之前有得过什么 韧带什么撕裂 什么韧带受伤 然后这里痛那里痛 牙齿痛之类的 然后他们全部都送一个小时去医院 然后再送一个小时回来营区 所以刚好那几个小时 就没有拍到照片 然后重点是呢 一坨照片 他拍两秒钟 他要收四百块 根本抢劫 那这一天我又去听了 另外一个还蛮酷的 就是陆战队的部分 然后陆战队有来两个班长嘛 就是两个人来直销陆战队这样子 那反正就聊天开心聊天 因为他也觉得我们就不会签 因为该签的早就签了 就是单纯聊天 结果聊一聊 我就说我是玩摄影的 结果他就说 摄影那你认识一个人叫什么 陈不赖吗 就是一个做开箱的 应该还蛮多人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 还蛮大的做YouTube 然后他也是一个工作室 一个叫陈不赖的人 反正他也是陆战队 然后刚好那个 转官那个班长认识他 那个陈不赖那个摄影师 已经看起来已经退休了吧 对应该是退休了 反正他就是开心做他的摄影 刚好一个莫名其妙的就搭上线 就是竟然认识同一个人 那这一天也做了一个肺炎的消毒 就是有那个化学兵 全副武装 看起来好像生化武器要爆炸之类的 就是他们在那里消毒 然后喷一个超级嗆鼻的 不知道在消毒什么东西 反正因为肺炎 真的是染疫太快了 已经超多人染疫 所以就反正就有人在那里消毒 超级超级臭 那这一天最智障的就是 大家都洗完澡 然后晚上竟然他有活动 然后是在活动中心 然后重点是活动中心 冷气不知道是坏掉还是怎么样 就是都吹送风而已 完全没有冷气 所以就变成几百个人 可能三百 三百个人吗 对三百个人 全部挤在活动中心 没有冷气 超级超级热 重点是大家都洗完澡 然后他还要叫我们跳舞 唱歌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就变成全身大汗去睡觉 所以当然睡不好 这一天还蛮酷的 就是我有去听另外一个直销 就是 资讯 就是资讯接收的兵 我忘记那个名字了 反正就是他们主要处理就是 传输跟接收任何的讯号 不然是音讯影像之类的讯号 那我就有问他们 因为他们刚好也有处理像是空拍机的部分 所以我就问他说 如果空拍机 民航局之类的 那到底是谁来执行这个法 就是民航局定的这些法 法律这样子 那他说是他们来处理的 那我说到底他们怎么处理呢 他们是说 目前没有任何东西 像是那个金门 那那个有空拍机飞来金门 营区 那个竟然有人丢 就是那个军人丢石头 然后变成很智障的行为 应该全世界都看到了 就智障智障军人 竟然没有任何武器去对一个空拍机 竟然飞到营区 没有办法去把它用下来 那他回应是 5.8G 这个是民用的评断 他们军人是没有办法去 就乱搞这个评断 就是因为你干扰 你可能会干扰其他人的评断 所以我就一直来回问问题 那听起来就是 他们目前是不会 把你的飞机搞下来 所以我如果飞机掉下来 那就是我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飞一飞 飞机掉下来 你可能会说 会不会我飞到一个不该飞的地方 可能飞到营区之类的 被打下来 其实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啊 掉下来就是你自己的 那个控制器断线了 FailSafe掉下来 根本不是什么 有人把你打下来 那个直销他还讲到 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记下来 就是他说 如果你进到一个公司 不管是部门 你到底要当兵 还是你之后未来要进公司 你进去 你要先设一个目标 说我到底要 在这个公司里拿到什么 不只是金钱的部分 你要学什么 或者是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是这个公司可以提供你的 你要先订好一个目标 而不是就是进那个公司 然后就是耍费 然后赚钱 然后荒废你的人生 反正你要有一个目标 达到那个目标 为 这样你才有动力啦 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 往那个目标前进 我觉得这还蛮棒的 就是不是单纯赚钱 要有一个更远的目标这样子 那这一天比较有趣的 就是我们走了 快要一公里的部分 就是一公里过去 然后一公里回来去打靶 那个是25公尺的靶 就还蛮近的 那我们是握射 就是爬在地板射 那我们一个人才12发子弹 就是两个弹夹 一个弹夹6发 就12发 就乱射 因为我们根本 我根本还没有 就是他 我也不知道就是混乱 一样还是混乱 就是有人已经学了枪怎么使用 有人根本还没有学 连碰到枪都还没碰 然后就已经去打靶了 所以他们就莫名其妙 反正就是 他们是说 因为靶 那个靶场排很慢 所以时间到了 就是一定要去打靶 所以就是第一次12发子弹 就是给他乱打一通 连保险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超智障 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 反正就是早上去听军人法律的部分 就是因为军人 如果犯法了 会罚的比较重 那他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犯法 不要嗑药这样子 然后下午就是去听营长 然后讲了两个小时 快要三个小时的 他想要干什么 然后他的未来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去当导游 他到底干我什么事 反正就是听他讲了三个小时的话 就这样子 那这一天特别早起来 就是因为冷气不知道是故障 还是断电 还是被人关掉 反正早上起来是被热醒的 就超智障 就是这一天是被热醒 然后前面几天是被冷醒 不知道冷气是在 这是一个又是一个训练吗 就是冷冷热热训练 那因为很热 所以大家很早就起床 差不多五点就开始有人在 蹦蹦蹦然后折棉被 然后就真的有人受不了 因为理论上是五点半才要起床 所以他就大声说 现在几点啦 然后才五点 然后他就说 吵什么吵啊 超好笑 真的是超好笑 那在凶那个折棉被 然后重点是他凶完 过了几秒钟 那个折棉被 那几个折棉被 又继续折棉被 真的是超级无敌草 这怎么好 抛税呢 反正这五六日一 这算是三天的休息 就好好玩一下 好好休息一下 好好享受自由吧